狭角车道中车辆有序通行 没想到一辆蓝色轿车突然从缝隙中冲出 大家眼里让他先行 没想到驾驶开到前方后 想左转却遇上车阵通过 他索性直接走下车 手上还拿着交通指挥棒 后方驾驶看傻眼将画面po往 大火眼间立刻发现 他就是宜兰大名鼎鼎的徐姓男子谦歌 过去就因为道路纠纷一度暴走 同样发生在宜兰 回忆南朝休旅车不停咆哮 全都是因为车主谦歌 仅因超车纠纷 就拿雷射笔照射其他驾驶 辆车就停在路边大打出手 警方还出动快打部队才压制冲突 这回又出事 居民表示并不意外 接连路怒震发作 登上社会版面还算事小 若真的发生无法挽回的交通意外 后果可救难以想象 这林医生黄义军范雅桥一轮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y bwd6